hello,大家好,这集课给大家讲讲如何做跨境电商选产品 跨境电商选产品很关键,因为做任何电商 它这个产品永远是王道 好的产品才会有人买 什么是好的产品,那怎么样选产品 这集课的重点就是要讲这 那我们把这个我的频道我已经打开了 最近这段时间比较忙 因为电报群可能也看到少 还有微信群也看到少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这小飞机,这里个小飞机不太给力 这小飞机不太给力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年底的酒席比较多 然后喝酒比较多 然后一控制时间都被占住了 那么好了,我们开始进入这节课的正题了 当然我们这节课主要讲几个问题了 那我已经打开了 跨境电商产品如何选择 第一个,我们要公注 用到两个公注 一个是谷歌趋势分析的公注 第二个是牙毛性的销量参考 这是公注 第二部分就是实操 怎么样分析数据 怎么样看曲线组织 什么是流量款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谷歌打开来看了没有 这是谷歌趋势 TWINES TWINES.GOG.COM 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话 你看一下它在过去五年的走势 那在在这一天 17年1月29号 可能某某某一个新的产品有一个什么发布会 可能是说这个词的一个 然后它就马上爆掉了 其他的时间都是比较平稳的 这个搜索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过去12个月 这刚才是过去的就是五年 用看五年的话 这个趋势的话就会比较 比较看的比较软吧 是这样一个意思 然后把这个 用网速问题 这个小飞机可能也不太给力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较糟糕 看到没有 然后刷新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头发护理的 这样一个小的机器 就是转发呀 弄那个什么的啊 夹头发啊 什么的 这样一个小机器 过去12个月的这个数据啊 那我 糟糕 好了我们先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之前打开的就是说 这个谷歌 就是2019年的美国的一个瑞苏排行榜啊 瑞苏排行榜就是为什么要看这个 看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它能够告诉我做自媒体的人 哪些在过去一年比较瑞苏排行榜 然后我们如果是说 我这个的这个速度今天也是出了轨了 这个速度很不好啊 那这个速度很差啊 我再刷新一下 这个有点尴尬啊 我就打开了另外一个页面这个你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面部啊 就是怎么样 像西油里面部的那个角质啊 那个一个小机器啊 那它们在美国过去12个月的12个月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从这个趋势图上看不到这个产品是好卖 还是不好卖啊 怎么办呢 那比如说我把这个 放放放大到过去五年 或者是过去14年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趋势 看到没有 这是五年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五年的这个波形图 基本上啊 除了有一定的周期性关系以外啊 一定的周期性关系以外 其实呢 也看不出说有很大的 波动 那我们再放大到 从2014年开始到今天 哎 那如果是说我们现在从这里开始看的话啊 从这里有个被支撑 从这里开始看的话 我们才发现 哎 它是逐年在上涨的 它这个波形图 然后你如果把时间跨度到 比如说10年 或者是说10年以上的时候 这个跨度 它呢 就可以看到到它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如果是说你单单从12个月的 那么闲了 只看这一个参数的话 12个月的销量的话 你无法判断 这个产品在未来是否是增长的趋势 这个是看不出来的 这个波形图 除了有一定的周期性关系以外 那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从从04年到现在 这样一拖动的话 它会 它这个数据就会整体会上扬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这里这里 然后呢 开始上扬的 但是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 这个增长的幅度的话 就是 这个曲线的话就不是很明显 但是可以 从这张图可以分析出啊 这个产品狮子的需求是逐年旺盛的啊 那我们 那我们刚才这两个 这两个产品哈 啊 因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产品做对比较来看呢 因为有些产品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产品是正常正常方法是看不出来的啊 你比如说这个是嗯 做美发用的这样一个美国的哈 我们选择的和跨境主要是发发达国家 就是美国的消费利益比较强的啊 然后这些是每个州的啊 每个州的色素色锐度 这个参考东西可以说你如果做跨境的话 在美国当地设库存点的话 就是说跟着哪个州的比较旺盛 可能说在那个当地的那个州啊 是这个点可能说在呃 邮费方面可能是要节省一点哈 这个是相关的联想的的一个搜索 就是说关关联词的一个搜索啊 这个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呃 14年到现在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趋势哈 那我们那我们从这个图里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说它是从14年呃 整体相对于之前的趋势来说 它是上涨的 那如果是说做近期来看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回路的空间哈 就是说它下浮了 在胆期来看 它是相对前前几个月来说 它的需求 呃 它的需求减缓啊 所以你无论是做做库层也好 显品啊 它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产品呢 呃 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呃 逐渐萎缩的产品 不是很好 但是也不是很差啊 因为相对之前的速度来说 它还是要高很多的 但是它总的出事来说 它是一个萎缩的市场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个萎缩的市场 看到没有 而如果是说你选这个产品的话 那就不是蛮好的哈 因为你看到这个趋势是在萎缩的 刚才那个产 刚才这个产品呢 它是一个增长幅度比较小 但是是一直增长的这个趋势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很关键了 这两个出现图 是形成鲜明的对比啊 大家我放大给大家来看 就是要大家看到这个目的 就是说弱显品 看到没有 都是从04年 把这个时间跨动 都是从04年开始的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词 也是从04年开始 如果选这个产品的话 你必要需要谨慎 因为它是走下坡路的 如果是说选这个产品 你不要期望它增长的空间很大 但是它是稳步增长的一种趋势 那么好了 这两张图鲜明的对比 就是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分析数据 它是上涨的 还是下 还是下降的 萎缩的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面部修理机 我们在亚马逊上 我们在亚马逊上搜一下啊 我们在亚马逊上搜一下这个词 但是因为我的 为了节省时间 我期前的话 我已经把它打开了 然后我把这个词在这里搜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面部修理机的话啊 这里有一个746的销量啊 他们这个羊毛系上销量说一般的会啊 我们认为销量比较好的是遵值在哪里 在5,000啊 大家记住这个数字是5,000 如果说有5,000的销量 那么这个产品的话在亚马逊上是很爆火的啊 很爆火的 当然超过5,000的那是很 那是非常非常爆火的啊 那基本上可以当做引流款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产品啊 这款产品是1430的啊 1430的销量 那它相对5,000的这个数字来说啊 还是有一定的很大的差距啊 那么这个产品呢 属于是一种中党中性产品 就是不是很热门啊 也不是说很冷门 大家听懂了没有 是不是中性偏下的 中性偏下的啊 不是很冷门 也不是很热门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产品 那那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销量会高一点的 那我们往下拖 嗯 再往下拖啊 这个的呃 这个呢 是1468个销量 看到没有 它这个价格就便宜十几块 十几美金吧 25.99 它可能是一个套餐价格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然后呢 它这个呢 就是比较贵一点 就是577.99美金 然后销量的话 就就不是那么好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个数字 尽量往下图 哎 我们发现有发现其他的问题了 那在做这个面部护理的时候 它有一些辅助的 比如说精油啊 什么 呃 什么水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你看到没有 不油腻 无防腐剂 它这个就是说是做流量款了 9551 看到没有 销量 那么这个产品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流量产品 流量产品 然后在下面再搭配了这个面部修理机啊 搭配了这个设备 如果是说哎 人家买这个东西 它刚好 你也有这个面部修理机 如果套餐的话 它放进去 然后你的面部修理机就卖出去了啊 然后如果是说 它不选择套餐的话 它只是买这一瓶 这个对这个东西的话 呃 没有多少利润 但是给你的网站 或者是网店能带来 助大流量啊 当然你如果是说 用呃 而我来推广这个产品的话 那估计也就是说 这个推广的效果会比较好啊 因为它比较畅向 你不推广都有人买 你推广的话买的人更多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看见了 这是一个 呃 头头目 擦到脸上的一种水或者是药啊 它是一种辅助的 那么它可以作为引流款来 帮我们卖这个设备啊 那么大家记住了 一定要找到 如果是说你不想花钱 但是 不想花钱做广告啊 那是你要找到引流款 用 用那个引流款的这个低单价 来帮你特展设备的销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产品也非常不错的啊 这就是眼霜 使用黑眼穿什么的啊 这个也是相关产品 也是面部护理的相关产品 24.95 它是销量的是15207 说明它这个需求是非常旺盛的 如果是说数值打到上万 那这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你可以把它当在你的店铺 或者是说啊 网站的引流产品可以这款产品可以不赚钱 可以在其他的附带销售其他设备的时候在赚钱 让流量产品获取更多的流量 流量产品基本 如果是说你也想在有流量产品上赚点小钱的话 也是可以 但是说可能附加值没有你卖那个机器设备那个附加值高 但是作为引流 它是一款引流利器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才给大家把这个亚马性搜索完了 然后发现了有两个流量款 那么好了 你如果做跨境电商刚好做这个设备的时候 面部护理设备的时候 那么你这两款产品一定要采购过来 就是说买买买来什么价 然后基本上不加什么利润 然后基本上把它卖出去 然后下面再搭配了你套餐你的其他的设备 然后靠其他设备来赚钱 这是一个套路啊 大家都是这么玩的 然后也不是每个人都懂这么玩的啊 当然是做的好的都是这么玩的 因为引流款是引流款 利润款是利润款 搭配的搭配的起来弄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页基本上拖完了就引流款嘛 就就那两个产品啊 就那两个产品那还比较可以 然后然后这个面部狐狸机的话 最好最高销量应该是1730啊 它所属于一种中档啊 就是说呃 这个设备不是说很差啊 基本上有一定的有一定的需求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说我们用而过死来做推广美国市场的话 这个词大概什么价位啊 啊我们今天跨境电商主要是针对的是哪个国家是欧美就是美国的 因为它的消费人存它有三亿的 它有三亿的就是说相对其他国家那时候都是富人吧 这么说可以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了 那我们把这个儿的过死后台已经打开了 你看到没有 那如果是说我们做这些词的话 你会发现平均的单价大概7.16人民币啊 如果是美金的话就是一美金左右 就是说如果是说你头头放美妆类啊 这个护肤类啊 他基本上如果只投美国的精准市场搜索的话 如果你不网盟这一块 如果你不勾险他的话 他基本上是在一美金左右搜索 如果是说你把网盟展示那一块也勾险上的话 那大概这个 那大概这个费用会低很多 大概在4块5 4块5人民币左右 也就是6 7 0.7美金 还有一个点金 因为做美妆化妆之类的话 他这个单价相对来说还是要高很多啊 那附加值来说 确实案例给大家讲了 那么好了 这几个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基本上就是说流量款 什么是流量款 主线走势怎么看啊 然后就工智怎么用 今天这几个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如果是说大家不懂的话 可以在我的频道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观看